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姐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今天30分钟一起来关心 蔡英文总统时隔将近4年 在日前展开10天9夜访问中美洲的行程 那么即将在台北时间7号反抵国门 我们蔡总统这次出访 除了彰显中华民国台湾跟友邦瓜地马拉 还有贝里斯的邦誼永固 尤其更可以进步从过境美国来观察 近年台美关系紧密 美方在相关的接待规格 还有安排会见人士 以及谈话所显示的重要意义跟讯息 同时我们也要来关注中国大陆反应 也将是未来美中台三方关系的观察焦点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成功大学政治学习教授 王洪仁来解析探讨 非常欢迎黄教授您好 子晨好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台湾还有美国并没有邦交 但是美国可以说是我们在国际间最支持 中华民国台湾的特别是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而从今年三月中共两会所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 也已经明定将打击分裂势力列为重中之重 明显的应该是指向美方 那么针对我们在这次所观察 美国对于蔡总统出访中美洲的过境安排 在去城市停留纽约 回城是在洛杉矶 选择这两大城市对于台美间的互动交流 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意涵 同时我们也观察这几天 在总统过境纽约期间 跟美国的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 杰弗瑞斯会晤 同时也跟三位跨党派来参议员早餐会 同时在过境洛杉矶的时候 重头戏大家关注的就是 跟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还有一些议员都会面了 虽然这是非官方的会面 但是蔡总统会见的层级 这显示美方对于台美关系的重视 同时也是不是美方在安排上 你觉得对于跟美中关系或台美关系 他是不是做了一个拿捏注视呢 希望将这样一个可能会引发 不必要的猜忌降到最低呢 我觉得美方这次安排 当然他们有刻意做一些调整 本来我们听到很多外媒的讯息 看起来原本安排蔡总统 他有可能在纽约会有一个公开的一些演讲 然后到加州的雷根图图馆 本来也会有一个演讲 就是说公开的发表这个东西 好像都取消了 我觉得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说 美方有在跟中方做一个沟通 就是说这次蔡总统的过境 访美或过境之旅 基本上都是跟过去往年 应该要给中央民国台湾应该要有的规格尊严惯例 美方一样都不会少 可是在这个框架之下 并不会有任何特别意外 或者说对美国来讲 会让中共有任何敏感的这些 这个违反什么一种政策或一种原则 这个事件存在 但看起来好像中方并没有这样子来去做解读 不过尽管如此 我觉得就美方能够做的 从我们外面来做观察 我觉得他能够做的降低台海的这种不稳定性的风险 这些突发事件来讲 这次算是做的蛮稳健的这样一个安排 那么接续我们就来看相关的一些情况 我们先看到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今天就在加州欢迎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他提到的是台湾的总统 他也率共和民主两党其他国会议员 就在加州的西米谷的雷根总统图书馆来会晤 不过刚才老师有提到 并没有在这个图书馆有公开的演说 在纽约也并没有发表公开的演讲 其实我们看一下 这应该算是数十年来 在美国本土美方会见台湾领导人最高阶的美国人士 那蔡总统会见的麦卡锡立长 如果再相较去年 裴洛西议长到台湾来访问 也可以这样一个脉络观察下来 就是台美是有些默契而且克制了 刚刚你有提到美方其实有做一些调整 或许也跟中国大陆有某种程度的沟通 你会怎么样来看 这样的高阶人士还是会见呢 我觉得就是说主要现在是 我们跟美方高阶人士的会谈 在公开场合里面 我们不谈私底下的部分 公开场合目前是比较是锁定在国会的部分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来讲 他会觉得说行政跟立法还有司法 他们基本上是分属三个不同的单位 所以说拜登政府我觉得 他有他自己对待台湾应有的合作的这些态度跟立场 也一定程度的来跟中方来沟通 只是国会的部分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去年那个培洛西事件 造成这个中国大陆军演 我觉得美方他们当然觉得 当时中共的反应 是让他们觉得非常错愕跟一头雾水的 因为就这个行政部门体系来讲 他的确他很难去管到说到底国会 这个立法体系的这个议长 他要做什么样一个动作 他跟谁接近 他很难用强硬的方式来阻止 那现在这一次的情况其实也是同样 我觉得我们过去40多年来 台湾对于美国国会的投入 本来就是跨党派的 就是说我们跟这些跨党派议员的交好 其实是已经是长期的 这样培养出来的一个友谊跟默契 那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 因为台湾现在面临到 还是比较大的威胁是从对岸来的 导致于说我觉得 从过去至少这十多年来的 你会发现到说其实美国国会 非常积极的在进行相关友台的立法 那这刚好我觉得 也是在这个时空背景之下 加上麦卡奇他本身的政党立场来讲 我觉得他刚好希望说 他在他上台的这一刻 特别给台湾打气 特别希望台湾能够在 共同理念上面坚持下去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只是纯粹的 就是说冲突 不是一个力量之争的问题 他其实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一次麦卡奇 他跟蔡总统的公开的 这个发表共同声明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这一点 大部分还是讲到这个理念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程度来讲 我觉得是有突破 但是如果说接下来要再更进一步的话 希望是在行政单位能够有更多的 这种比较实质上面的接触 跟合作 这样可能对我们台湾来讲 也会比较好 应该也是政府跟国人的期待 不过中国大陆反应也不得不重视 刚提到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加压的 围台军演 事实上麦卡奇在当选议长前 他表态就来台湾访问 后来就临时喊咖 选择这样一个形式 但是如果就美国内部来看的话 国会议员 现在看起来是 不管民主共和两党 应该都是反中的 但是选择这样的形式 你会怎么样来观察 在美国内部 就是行政部门也无法说服国会方面的 就国会议员 国会的这个交流 台美之间 我想了这几年 我们台湾是非常致力在这方面 跟很多国家包括美国 你会怎么样来看 麦卡锡 他难道不会想到未来 明年美国也要进行总统选举 在这相关的一些考量 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麦卡锡 当然他在竞选议长的时候讲的话 跟他当选议长之后的行为 是会有一个落差 因为一方面其实 中国大陆他们当然也对台湾政府 或者对蔡英文政府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好像觉得蔡英文政府 很希望能够两岸发生冲突 或者两岸能够有很多的意外 或者很多风险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麦卡锡 虽然说刚开始公开表达出 希望能够尽快访问台湾的意愿 不过我觉得据我所知 双方其实是有经过一些沟通 在这个沟通之后 我觉得美国跟台湾方面 其实都一个默契或一个共识 就是说并不希望再造成 像当初这样裴洛西来台湾 那个时候所引发的 这些不必要的政治纷争 或政治冲突 我觉得并没有任何一方 美国跟台湾会乐见 中国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周边 影响国际的航运的通行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方 是希望这样做的 我们不求一时的这样子 好像这种见面 然后就有点像放烟火这样子 我们就很开心 这并不是台湾跟美方的一个态度 这第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麦卡锡 他要来台湾 他要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他要来台湾 其实还有很多时间点 那现在刚好有这样子一个机会 这个蔡总统过境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好的安排 因为他麦卡锡 也透过他自己个人的影响力 然后邀级的跨党派的领袖 还有州长 都来跟蔡总统来做加油 跟他见面 其实也达到了主人的待客之力 所以我相信蔡总统经过这一次 也跟很多的这些国会议员 有比较正面直接的沟通 那至于未来 国会对台湾支持要怎么走 我相信应该还会有更多法案的推出 因为我觉得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见面这个东西 还是一个比较象征 比较仪式性的东西 它真正能够达到台美之间实质上面的 合作的任何帮助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美方应该也知道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 将来应该双方会有更多的 关于这种立法上面的这种合作 来支持等等的 或是说接下还有很多经贸议题要谈谈 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会持续值得观察 不管是我们台湾还有美国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考量 尽管台美关系是紧密的 那台面上的就是我们蔡总统跟麦卡锡会见了 那么误谈之后 未来台美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 当然也是国人所关注 那持续刚才教授您所提到的 这一次蔡总统跟麦卡锡的会见 双方有谈的就是一个价值理念 我们是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 那总统也是一有所指的提到 我们台湾并不孤单 他有举到孔子讲了一些话 德不孤必有灵 我们没有被鼓励 当然麦卡锡的说法也是支持我们台湾 不过麦卡锡也有提到军售台湾 这或许也可以从台海情势这几年前的较为紧张 或许也可以看到美国方面的一些支持的方式 你会怎么样来看 在这次两个人谈话当中 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比较可以来关注 未来后续可能的一些发展 或者说美国会采取的做法 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我除了我刚刚所强调的 就是说这个价值理念部分 台湾方面也要继续坚持之外 因为我们明年就要大选 我们实行民主大选 其实就是一个实践这个民主理念的一种方式 这第一个 一个行动方式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主持人讲到说孤立的这个问题 因为就刚好在蔡英文总统 要过境访问美国之前的时候 宏多拉斯跟我们断交 主要就是我们观察的重点就是 接下来中国大陆应该会陆续的 在我们的邦交国 当然我们也时空见惯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力道会在蔡总统下台之前 说不定还会有一两个国家断交 特别是在可能他刚访问的这些地方 只一的国家都有可能 或两个国家都有可能 所以说我觉得美国方面 透过麦卡锡要传达的第二个讯息 就是说在实质国际支持方面 即便我们邦交国受到 这个中国大陆的压力也好 或者利诱也好 导致于我们邦交国越来越少 可是还有一些 其实并不是邦交国的国家 但是对我们的支持力道 并没有比那些邦交国还低 那当然包括美国还有 近年来很多欧洲国家 他们也陆续的派国会议员 来给我们打气 以及印太地区有很多国家 澳洲 日本 韩国 其实他们也相继的对台湾 有很多很友善的政策表现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 在军售方面刚刚主持人提到 美方当然是跟台湾政府一样 我们其实都不希望真的战争发生 但是万一就是有这么万一 百分之一的这个机会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我们还是必须要做好准备 所以说你不能说等到像乌克兰 这样子战争爆发之后 然后西方国家才开始进行武器 弹药的资源 这个可能都已经杯水车薪 有点来不及了 所以我觉得美方现在做法就是说 怎么样在我们的民防保卫上面 还有在我们的正规军事上面 在武器人员的训练上面 都能够加强 这个他们也会乐意协助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纯粹卖武器 因为他这个武器 其实还包括人员的训练 后续这些相关的一些 有很多的一些配套措施 这个部分刚好我们其实台湾 政府已经在这几年 已经开始有在强调这个部分 那这个可能之后也是 会是我们不管是到处谁上台 我相信都会重视的部分 好这是台美关系解密的部分 未来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合作的一些面向 好这是在我们节目前半阶段 非常谢谢成功大学政治学习教授 我们从蔡英文总统 之前出发的中美洲友邦 瓜地马拉贝里斯 重点是在去城跟回城的时候 过进美国 那么美方安排了蔡总统 过进东部的纽约 还有西部城市是洛杉矶 特别是会见了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那么双边误谈 这个内容的焦点呢 我想呢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 那刚才老师你有提到 并没有在雷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呢 或许也可以显示美国的一些考量 中方的一些反应 都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的焦点 我想请教王教授 就是在总统在去城的时候 过境美国东部嘛 有会见一些人士 不过呢我们的总统府是在事后呢 才来公布相关的误谈内容 这个也是可以从美方的多方的考量 来看这种比较细腻的安排吗 也是台美的互信吗 对 因为有些事情是这样啊 你看今天好像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中俄大陆的外交部 其实他有激发这个类似威胁性 警告性给那个国会议员 这个在民主国家是相当没法接受 但警告性是我们这样讲 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可能是提醒这些议员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已经被很多议员认知到说 你就是在干涉美国内政 你在美国领土做干涉美国内政的事情 美国的国会议员要见谁要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他们都有 很多的讯息的收集 他们都希望能够去干预阻挠 更糟的情况是去威胁这些国会议员 这些相关人士 州长也好 不要跟蔡總統见面 所以我觉得有部分 可能有些安全上面那些考量 这个美方才要求说 我们事后再来做相关的公布 但是不管怎么样 至少还是公布了这些议员见面的名单 我觉得美国的议员 其实也没有真的在担心这个事情 他们还是很愿意把自己的姓名公开出来 或者他们站出来对台湾支持 这个还是蛮不容易的 特别是在相比较紧张的时刻里面 刚刚提到这个 其实我想关注有关蔡总统 这次出访的相关交定 也会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反应 会觉得非常的诧异 包括就是有这个警告性 不过警告性 过去这几年 包括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国会议员 到台湾来访问 中国大陆也是使用类似的做法 那么这次呢 对于美国的国会议员 要来慰顾我们蔡英文总统 中国大陆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想这个是让国人感到非常不解的 就像我们的国安局长 蔡明燕在立法院备行的时候 她也对外说了 就是蔡总统出访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方面其实是有所动员的 是以金钱来动员 这个所谓的当地的中国大陆的侨民 来跟我们台湾在当地 欢迎蔡总统双方对峙的一个局面 我想这个情况都可以凸显 中国大陆呢 她有所反应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中国大陆相关的反应 就是在5号她宣布了一项动作 或许可以未来三天来观察 这是一个重点 中国大陆呢 在5号宣布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的专项行动 可以视为也是类似去年佩洛西议长访台的这样警告的行动吗 老师你怎么观察呢 我觉得比较不太像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可以观察 因为她其实你看到她所出动的海巡的这些部分 她的绕航的航机只有绕了福建省的平坦一圈就这样子 所以说你说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军事上面的前哨 或是说她是一个可能要接下来要准备军事演习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如果媒体把它这样联系的话可能也会让国人会有不必要的困扰 以为就真的好像有什么样的演习的事情 而且特别是跟陪洛西之前的情况也比较不太一样 假如我们看那个目前东部战区啊 她的模式的话 这跟目前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战绩跨越海峡中线啊 真的这些零星的这些事件 都不是真的那么直接针对蔡英文的过境防美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观察上面来讲 所以我是觉得国人是不用惊慌啊 从这次目前来看 当然这个比较奇怪的是说 如果说对岸这么样的延迟犀利 并且斥责说美国跟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这样一些做法 那为什么并没有很强烈的军事行动 这当然有很多的解释理由 因为我目前并没有看到说他们有真正的军事演习出来 所以我觉得是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导致于说 目前只有停留在口楼上面的斥责 这个包括比如简单来讲 第一个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树立文 其实跟王毅在蔡英文经过美国之前就已经通过电话 这代表美中高层可能有机会在这个时间点互相沟通 第二个是说马铃球现在在中国大陆 所以说中国大陆可能还是会稍微顾虑到 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问题 他不希望被拿来做文章可以这样解读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蔡英文这一次的访美很多的举动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美国的确看起来有减少一些 可能报纸之前外媒所提出来的一些什么演讲 这些行程降低了他的这个敏感性 然后再加上蔡英文过境的地方是纽约跟这个乱级 并没有直接太接近华府 也就是说没有接近政策核心地方 没有改变过去的惯例 所以以上这三点其实照就说 现在我觉得中国大陆还在观察 蔡英文到底在雷根图图馆的时候会讲什么话 这个有没有触碰到顶线的问题 然后来做相对应的回应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有一些媒体或专家预期的 会有大规模军事行动 其实是不会有的 好我想对于这样的情势 我们真的是要有正确的认知 也要持续来关注 对于中国大陆这样的动作 那事实上蔡英文总统 这次并没有如外媒所报道的 会在雷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 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察的面向 再者就是马前总统 也正在中国大陆反应 如果要从中国大陆 对台的工作来看的话 软硬两手策略 它加压军事行动的话 会造成台海之间的紧张 那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 它会怎么样来经营呢 或许我们也可以看 美国这方面的一些动作 就是美中关系 在二月的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目前大致上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 不过就像教授刚刚提到的 在我们蔡总统出访之前 美国跟中国大陆外交官员 已经先通过电话 表示有某种程度的沟通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媒体已经披露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接受欧洲新闻台访问的时候 警告中国 任何强行改变台湾现状的企图 都会影响地球上每个国家 不过他也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寻求跟北京直接对抗 而在日前也是媒体事后呢 再报道就是 最近这阵子呢 美国的一些官员 也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 所以怎么样来看 这个美国呢 对于美中关系 是希望能够所谓管控分歧吗 过去他们曾提出所谓的护栏 现在来看 他们是不是还是期待 美中之间能够有沟通跟会见官员这个层级 现在有个麻烦是说 美中的分歧太多了 即便我觉得美国有这个意图 有这个意愿要做管控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管控的并没有非常恰当 再加上美中两国在乌俄战争上面的立场 悬殊相当大 所以导致于双方的不信任感 其实是应该我觉得 当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量表来做一个调查 但我觉得应该是历年来最高的 他这个不信任的程度 已经导致于双方的沟通 不是这么有效果 我是可以这样觉得 大家都希望说 不要有擦枪走火的情况 特别是在军事上面 所以彼此事先告知 彼此可能 针对某一个特定事件争议的问题的做法 特别是台湾问题上面 这个可能是中美之间最难去真的透过沟通 或者说管控去达到一定的效果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特别是中美关系不好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中国大陆那边也有学者透露出 其实中国高层 早就没有寄希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了 中美关系再怎么好再怎么坏 其实都不影响到他们对于台湾的一些立场 他们接下来要对台湾的很多统战的立场也好 或是军事上面的一些做法等等之类的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很多时候台湾政府可能 没有办法只是单单寄望于美国政府 来替我们传达一些讯息或沟通 而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 跟对岸有这样子一个误解沟通的这个问题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可以切割来看中国大陆现在的处理就是 美国跟我的关系怎么样 然后两岸的关系会怎么样 是这样子来看不会有所轻的 比如说美方如果再对台湾更紧密更友好 他可能会有激烈的反应 不会吗 您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美国跟台湾关系 当然如果友好的话 他会被解读为 违反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 违反中国的一中原则 但是过去中方还有一点点寄希望于美国是说 透过跟美国人的沟通 来去解决台湾问题 来管控台湾这个分歧 现在其实中国大陆已经觉得说 再怎么讲也没有用了 美国是不可能再帮中国大陆 来去什么管控台湾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他现在比较多是用单边的做法 他用政策的让利 用所谓的军事上面的威吓 或者其他的这些部分 比如说与有势之势的人的交往等等之类的 来去单方面的对台湾实施 他自己觉得应该要实施的 这个所谓的统一的步调 这个已经把美国的这个顾虑 把它暂时排除在外 就是说不是透过美方的沟通 来去管控分歧这样 而是他自己来直接处理台湾问题 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情况 比较像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 好所以回到就是两岸关系 蔡英文总统这次出访过后 在国际之间是引发的高度关注 台海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密切来观察 当然这次马前总统前往中国大陆访问 是不是所谓的统战的做法 是不是也会更为绵密呢 也是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的焦点 好我们在今天针对蔡英文总统 出访中美洲友邦 还有贝里斯 过近美国纽约洛杉矶 这两大城市 还有跟美国国会议员 议长麦卡锡会面等等 但是并没有发表公开演讲 怎么样来看美台关系的发展 还有相关牵动呢 非常感谢成功大学政治学习教授 王洪仁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王教授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针对蔡英文总统 在美西时间5号上午 在雷根图书馆会晤的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后 共同发表谈话 其实这创下台湾 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 跟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会面 也被视为台美的外交重大突破 怎么说呢 因为这是台美1979年断交以来 第三度美国众议院议长和台湾总统会谈 在去年呢 是第二次才总统会晤了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至于在第一次呢 是1979年4月2号 当时是由李登辉总统接见众议院议长金瑞契所率领的访问团 而在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呢 在雷根基领馆所举行的会谈 是别具异议 蔡总统说 雷根阵内1982年的六项保证以及国会通过的重要法案 台湾关系法 为这段已经超过40年历史的强健特殊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维护和平促进繁荣 并且见证台湾民主蓬勃发展 蔡总统说 在当下这个民主受到威胁的世界中 让自由的灯塔永存不灭 可以说是当务之极 台湾致力成为世界的可靠伙伴 区域内稳定的基石以及良善的力量 特别提到论语有说得不辜 必有灵 在台湾努力捍卫现有生活方式的同时 非常感谢美国的支持 在面对这个世代独特的挑战时 要紧急奠定台美坚实关系的原则 不忘雷根传承的意志跟教训 而在这场会面 其实会谈现场 雷根图书馆挤进了200家的各国媒体 不过中国大陆在蔡总统会见麦卡锡之前 动作频频 根据国防部公布照片指出 掌握到中共解放军海军航空母舰 山东舰编队已经穿越了巴士海峡 经台湾东南海域展开首次西太平洋航训 我想这也是后续值得关注的焦点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莽莉姐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再会